好,我們根據今天我們教導 我們兩手合掌,兩腳與見同寬 用力,平行力,與見同寬 那合掌當兄,我們來學習呢 禮佛前的觀想 禮佛現在觀想是幫助我們提起正念 來至於所謂的,我們說代理念佛 發菩提心念佛就是代理念佛的另外一個意義 所謂的代理,就是代理我們念佛的那個道理 念佛的道理呢,就是世上的道理,理相上的道理 因形上的道理,還有果地上的道理 智力上的道理,利他的道理 因果,智力,利他,來自於理事,圓融 這些都是我們提起念佛形重要的一個思維 那麼首先呢,我們要思維啊 這個 彌陀佛 這個不可思議的這個本願功德啊 那麼,我久遠皆來啊,成就極樂世界 那麼,若有眾生,欲生我國,智興興藥 那麽就是要你智興信藥 那麼,問題就出在 我為什麽要智興信藥 我怎麽能夠智興信藥 那麼,我們念佛呢 我們打佛期呢,實際上是 已經智興信藥的新發期 但是呢,怎麽樣子的真正堅固長久 這就是我們打佛期的一個現實的目的 智興,我們就沒那個智興 沒那個智興分兩種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說,平常我就不智興 智啊,智就是發起那個志願 就是專注不移,就是智興 那麼,我們沒有專注不移 這樣子呢,造成什麼 造成我們臨終的時候啊 有發生兩件事 第一個事情,我們自己忘記它 因為我平常都沒意念要往生其樂啊 那臨終的時候呢,臨終的時候各種因緣現前 我們不一定講業障,好事也是啊 例如說,天人來了 要迎接你到天上去做天王啊 這好事啊 看起來好像不是怎麽壞 這也是業所形成的障 善業形成障 善業 業雖然是善 但是它恰恰好讓你不想去往生其樂 對吧,那麼就是因業成障 這樣來 不一定是什麼造惡業啊 都做昇靈,昇靈之後來去煽休 這樣 那臨終呢,就忘記 第一個忘記是我自己忘記 我們這個每一念 哪怕就沒有什麼惡業、善業 平平常常的 你也就平平常常去做凡夫了 你也不一定身做天人的 這樣帶你去 為什麼 因為你對他意念不足 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因業成障 那因業成障 當然還有好多理由啦 簡單講就是說 我造了總統業 這個業呢 要嘛就善了 要嘛就惡了 要嘛就阻止你 要嘛就是 但是無論如何都產生阻止的作用 因業降障 林中你看產生這樣 所以怎麼辦 我這 我怎麼辦 我要活著的時候 訓練他 怎麼想活著訓練他 來我說一下 一棵樹啊 長長長長長長 往上長 但是呢 你看他長的過程 你拿繩子往西邊拉 西邊拉 他長一下你就往拉一下 長一下拉一下 整天拉 拉了三年 那棵樹就往西邊長 那長了長了長了 很好嘛 哪一天你已經不拉了不用拉了 欸 哪一天颱風來了 吹吹吹吹吹吹吹 你說這棵樹倒了往 倒向哪裡啊 萬一它倒了它倒在哪裡啊 倒西邊嘛 對不對 那泥土爛爛的 欸 風來了 怎麼樣子 你不用去壓拉它呀 它往西邊倒啊 這就是說 哪怕是業力來了 哪怕是那個你生命的那個福報已經進了 就好像說 這棵樹的那個根已經爛掉了 或者是土已經軟了 那它倒了 倒了意味就是要死亡 臨終死亡 臨終死亡 死亡的時候怎麼樣 你這個念頭像西邊嗎 這就是你現在打佛系的意義 在這裡啊 要不 要不你為什麼不像 我們外面的居士 那個非居士啊 聽說 人家跟我講 超過兩千人了 目前為止 那 連警察都來問說 那車子怎麼辦 他說我們的車 外面車子太多啊 我說那個 又不是 我們現在趕快去弄車 停車場 昨天才談好什麼 像這樣子 你想想看 為什麼你要辛苦一點 因為要拉這棵樹 往西邊去 記得 往西邊去 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念佛 那往西邊拉 你那條繩子要小 小小的像綿繩一樣 你拉得動 拉不動 怎麼樣 多一點的 守規矩的來拉 拉 拉 你拉一下我拉一下 你拉一下 我們一群人 一口同聲 稱念佛名 力量 大家一起 我幫你拉 你拉 幫我拉 一起拉動 諸位 這就是打火器 平常讓自己 往生的怨心 能夠怎麼樣 能夠建立 並且堅固 不但要建立還要堅固 雖然我們並不談 為什麼要建立 但是我們先談 假設已經建立 你要怎麼辦 你要真正的往西邊拉 那這個就是你這一生當中 不能空過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講佛心 稍稍的小犧牲一下 那是非常值得的 也是非常賞心悅目的 怎麼講 小小的付出 能夠得到大大的回報 印王大師講的 靜中靜又靜 靜就是那個 靜就是那個什麼 捷靜 非常捷靜的地方 這樣 好 我們知道講佛這樣子的意義了 所以我們現在 大眾和合一口同聲 稱念佛名 眼觀盛相 口稱盛好 那麼耳聽大眾的聲音 那身作禮拜 鼻鏽共佛之相 那麼真正的禮拜 意念 稱念 都是為了增長我們內心 最重要的六四五 五四 前五四 作為善巧 第六 第四 作為什麼 作為這個意念 意念不捨 那麼 意念不捨 我願生吉度 好 萬元放下 信願提起 六根讀色 信願相繼 念 聽 拜 難 謀 好 好